然後我就還是繼續的存活到現在 所以說生活中的烏雲飄過來一陣雨以後 還是會在一些時刻就有親朋好友啊 或者是你生命中的一些重要的支持 他就會把你拉住或者是把你接住這樣 然後我覺得我一直是很幸運的人 所以我還記得那一次就是發生那個不開心的工作上的事情以後 開著車然後這樣一路這樣子就大哭這樣 就稍微抒發一下那個壓力跟那個憤怒 然後就到了下一站 到下一站就有一個朋友家 然後在他們家就是大塊朵衣 這個詞可以這樣用嗎 好像不是這樣說 反正就是很好的情緒的抒發 然後他們就說不能夠讓你離開 不能夠讓你就這樣離開台東這樣 然後雖然他們只是一份心意 但我還是覺得這句話講起來非常給力 所以後來回去的路上又突然覺得 好像雨過天晴一樣又充滿了力量 覺得說其實也不是自己一個人在面對這樣的事情 比如說很多事情是整個大環境或人與人之間 然後整個社會結構會不會太嚴肅這個詞 造成了一些情況這樣子 那接下來呢唱的這首歌叫做逃跑 逃跑是比較久以前寫的歌 然後因為我的工作還滿特別的 我是一個創作歌手 但我同時也是在做一些跟社工有關的事情 就是我的本科的專業其實是念社工的 所以我就這幾年都到處在台灣各地去 用音樂的方式療癒不同的人 然後其中一次就對象就是社工人員 那我不知道大家對社工這兩字熟不熟悉 反正簡單的說就是服務這個社會上比較有需要 或者是比較邊緣弱勢的人或家庭這樣 為他們做各種事情 然後我服務那一天的整個對象是 服務這些家庭的社工 所以就做人工作者 他們平常在照顧別人 可是沒有機會照顧自己這樣 所以就有人上台講了這個故事 跟逃跑有關的 就他一輩子都覺得他不要再做這個工作了 可是他還是一直繼續在做這個工作 然後我就覺得哇這個感覺太有感了 很多時候我們可能一直很想要推開某些事情 也覺得自己也許不是真的適合 可是命運的安排嗎 或者是生命中就有一些東西 其實就被這件事情給吸引 然後就一直還是在重複的做著同樣一件事 那雖然是這樣 可是偶爾的逃跑也是很重要 像我覺得我也是一個很愛逃跑的人 所以就分享給大家這首歌 好 逃跑 是否就留在哪一瞬間 不要太快相信眼前的一切 都被騙了 那個美麗的假象 是否只存在我心中的一面鏡子 我真的要不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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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突如其來的回憶嗎 我真的準備好了嗎 我真的想要純潔嗎 我真的好需要逃逃 但現在還在念頭 享受著哭泣的滋味 人生人情卻依然張裝難免 要緊緊的後退 不想被將所有束縛 想找到生命的資助 就躲不掉心中真正的感觸 她不停地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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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停地拿給你 唱歌 她不停地拿出 卻逃不掉 到現在還在面對 享受著哭泣的滋味 眼神冷靜卻依然輾轉當年 該前進我後退 我想被假作束縛 想找到生命贏不住 除了割不掉心中真正的感觸 它不停地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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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逃跑 我逃跑 逃跑 我好需要逃跑 我好需要逃跑 我愛你